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节俭的话固定的钱可以用很久 固定的食物可以多用几餐来分享 跟别人相处也是一样 节俭的话大家都够用 这个世界上的问题并不是财富不够 而是财富不够平均 我们叫做贫富差距太大 历史上很多战争都是来自于贫富差距过大 使得很多人活不下去了 另外一些人我们有一句话用来描写 可以说是很生动也很残酷 叫做猪门九肉臭 路有洞死骨 那么这样的情况当然是天下很难平定 那么老子谈到节俭的时候 他另外有一段话是老子第四十四章 讲的更具体 值得我们去思考一下 我们一起来看 他说民生与身体哪一个更亲近 身体与钱财哪一个更贵重 获得与上师哪一个更有害 我们先看前面这三句 这三句为什么要先来看呢 因为它里面要稍微想一下 我们先说民生跟身体哪一个更亲近 比如说你民生很大 但是为了得到民生 身体健康搞坏了 那你就要问民生毕竟是身外之物 别人说你很有名 但是你自己的身体 你没有保养好 到最后再怎么有名身体 如果说生病的话 谁能帮你忙呢 民生有什么用呢 所以老子倒不是反对民生 他是说你要比较一下 哪一个对你来说更为亲近 当然是身体 第二个你说身体与钱财 哪一个更贵重呢 很多人都觉得说钱财比较贵重 有个故事很有趣 有点晚上有个小偷去偷一个人家 主人起来之后呢 小偷就问他你要钱还是要命 这个主人睡得糊里糊涂啊 就随狗说当然要钱呢 那换句话说他糊里糊涂 他就说当然要钱 这时候如果强盗把他杀的话 他就会发现说你钱有什么用呢 如果没有命的话 同样的你这个金钱再怎么贵重 怎么跟身体比呢 很多人有钱呢 在生病的时候 恨不得拿所有的财产可以换回健康 到生命的最后阶段呢 恨不得可以花所有的钱 让自己多活几天 那如果了解这个道理 你平常为什么不稍微留意一下呢 也就是说不要为了钱财 而损害到健康 再看获得与上师 哪一个更有害呢 一般人都不喜欢上师 哎呀这次做生意失败了 这件事情没有成功 我们当然不喜欢 但是呢如果说你了解的得到 一定是代表你成功吗 可能你付出的代价太高 失去的话呢 说不定正好作为一个机会 让你去反省 说这个失去的 是不是我可以承受的 如果是我可以承受的 说不定趁这个机会 调整一下自己的观念 我的价值观重新排一排 所以获得跟上师 哪一个更有害 这是需要考虑的 底下这句话很有意思 他说过分爱惜 必定造成极大的耗费 储存丰富 必定造致 惨重的损失 所以知道满足 就不会受到羞辱 知道停止 就不会碰上危险 这样可以保持长久 中间这两句话 我想一看就知道它的意思了 盛爱必大费 什么意思呢 你过度爱惜的话 会造成很大的耗费 那至于多长必后亡 比如有个仓库 里面如果只放一些简单的家具 仓库如果不幸烧掉的话 就烧掉几件家具 但是如果你的仓库里面 所藏的都是一些古董 制画金银珠宝 那不得了 那一旦火灾的话损失很大 所以你过度的爱惜 或是储藏的丰富呢 你将来得到的固然很多 失去的话呢 恐怕你很难承受 我有个朋友呢 他家里面有个柜子 摆满了各地啊 收集回来的 买回来的很漂亮的玻璃杯 结果碰到地震的时候呢 整个柜子倒下来 几十年的收藏毁于一旦 这叫做盛爱必大费 多长必厚亡 我刚才讲这句话 他听了之后觉得很难想象 老子居然 事先就知道这种情况 其实老子的智慧 是观察日常生活里面 得到的一种心得 所以他最后说 知足不入 一个人知道满足 就不会受到羞辱 很多人已经很有钱了 还是受到羞辱 为什么 因为他希望更有钱 很多人已经很有名了 他还希望更有名 有所求于人 那就可能受人羞辱 那知道停止的话呢 就不会有危险的时候 你知道适可而止 这是最难的 知足 知止 这样才能够长久 所以老子里面呢 经常会提醒我们 你一时的高潮迭起 好像是出人头地 你不要太高兴 也不要高兴的太早 宁可让他细水长流 慢慢的去发展 这里面的秘诀呢 就是一个解简 就是简约 就是老子的第二宝 你有这样的态度的话呢 你处在世界上 不会觉得什么匮乏 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 谢谢各位 各位观众 欢迎收看《国学天空》 本周我们要介绍的是老子的三宝 而今天的主题是老子的第一宝 词 说到三宝呢 我记得我小时候听到的三宝 是指的是三宝饭 是一种广东馆子的餐点 那么后来念点历史呢 知道说在明朝有一个郑和 他的故事就写成三宝太监下南洋 那么学到老子之后才知道 这一切的典故啊 来自于老子 他说我有三种法宝 一直很珍惜很保持着 我们就要问呢 三种法宝对老子来说 第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词 词就是词爱 词怎么来的呢 因为老子认为 道是万物的母亲 宇宙万物都来自于道 所以道就像母亲一样 母亲的特色呢 就是词爱 西方有一句话说得很好 他说上帝不能照顾每一个人 就给每一个人一个母亲 那么说到词爱呢 是我们应该在学习到家之后 所具备的心态 就是心态上我们对于每一个人 对每一样东西都要能够有一种 像母亲对待孩子一样的关怀 母亲的关怀有什么特色 所谓的女子虽若为母则强 她在关怀的时候呢 她非常的刚强 也非常的坚强 碰到任何困难 她都会设法解决 那么我们在儒家里面也提到 他说忍者必有勇 一个真正有人德的人 他一定会有勇气勇敢去做他 认为该做的事 同样的一个人有真正的慈爱 对于说该怎么样帮助别人 该怎么做对大家都有利 一定会勇于去做的 所以老子会说因为慈爱 所以能够勇敢 那么我们再进一步看 他另外两宝 我们后面会接着说明 我们今天特别要谈到的是 老子怎么样在其他地方 发挥他这种所谓的慈的一种态度呢 我们在这里特别引用到 老子第27章 老子第27章是底下的 我们要说明的 他这边所说的慈跟简 不敢为天下先之后呢 专门就词来看 这一章可以说明 他说因此 圣人总是善于帮助人 所以没有被遗弃的人 总是善于使用物 所以没有被丢弃的物 这要做保持起名状态 因此 善人是不善人的老师 不善人是善人的借敬 不尊重老师 不珍惜借敬 即使再聪明 也免不了陷于困惑 这是个尖为奥妙的道理 所以在老子这一章 所说的什么意思呢 他提到圣人 我们再一次强调 老子笔下的圣人 是悟道的统治者 他面对的是百姓 所以他本人呢 需要采取一些作为 但他的作为又恰好是一种无为 那么老子本人呢 有时候提到圣人 提到我 提到无 有道者 悟道者 所讲的都是同一个人 就是老子自己的化身 所以老子会说 圣人呢 善于救助人 所以没有被遗弃的人 每一个人都是父母所生 在最后可以推到道 每一样东西 我们讲自然而然产生出来的 也都可以推到最后是道 那道让这些人跟物 可以出现的话呢 一定有他出现的理由 我们讲到说 每一样东西的出现 都需要各种条件的配合 条件配合的 他自然出现了 所以他的出现呢 可以说是经过某种 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的选择 就要向母亲生出孩子 生出子女 也是某种有意或无意的选择 一旦生出来之后呢 就有他存在的理由 跟他的价值 所以老子很强调这一点 你不要有一种人的观点 说我喜欢这个讨厌那个 所以做父母的 他不会说 假设我有两个孩子 念书念的好的 哎呀真是好孩子 另外一个书念不好的 就说怎么搞的 真的这个孩子书念的不好 没有这样的父母 如果有的话 那是做父母的 他本身呢 应该去想一想 自己应该扮演 什么样的角色 所以老子后面就提到 善人跟不善人分两种 他说善人是不善人的老师 为什么 老师他是先了解道理 走在前面 那不善的人呢 就好像学生一样 要跟着走 所以善人可以教导不善的人 但倒过来 不善人呢 是善人的借敬 借敬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提醒自己说 如果你不小心 就会变成不善人的样子 所以这个师跟姿 这两个字 今天普遍使用 作为一个学校 师姿好不好 但是师跟姿啊 在老子这边是第一次出现 等于是善人跟不善人呢 要互相配合 那对于老师 当然要设法去尊重了 那对于借敬 也要设法珍惜 这两个呢 要相互为用 所以了解这个道理呢 才能称说是 懂得到家 懂得老子 所以在老子的思想里面 他第一个宝贝 第一个法宝 我们再简单说一下 人活在世界上 你要带着什么样的心态呢 你最好是学习道 你学道了之后呢 自然而然就有一种 非常慈悲的胸怀 非常宽容的心态 对每一个人 都会去尊重 对每一样东西 都会去珍惜 那么你活在世界上呢 就没有一种特定的压力 说我一定要怎么样 我一定要求别人如何 要符合我的要求 跟我的标准 就不需要如此 完全接纳 完全接纳之后呢 才能够真的去欣赏 所以道家的精彩就在这里 让你把宇宙万物 包括人在内 都回溯到它最初的根源 从最初的根源来看的时候呢 宇宙万物每一样 它的存在都有它的理由 都是不容易的 因此呢 值得我们去珍惜 所以我们今天学到了什么呢 能够把老子提到 善人不善人 一个做师 一个做知 做老师 做借敬 互相配合起来 其实每一个人 都是在某一方面 可以做别人的老师 而别人呢 也在某一方面 可以做我们的老师 大家互相来学习 这个路呢是 永远可以走下去的 学习道家 永无止境 它的智慧呢 会让一个人生命呢 得到真正的解脱 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 谢谢各位 各位观众 欢迎收看《国学天空》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 和光同城 这四个字一听啊 就知道好像 要采取一种 比较委婉的方式 比较低调的方式 跟别人相处 这句话出于老子 在老子的五十六章里面呢 有比较长的一段 我们先看一遍 老子说 了解的不去谈论 谈论的并不了解 塞住出口 关上门禁 收敛锐气 排除分杂 调和光芒 混同成构 这又是神奇的同化境界 我们先把这一半做个说明 说到前面的知者不言 言者不知啊 我们以前念书的时候 念到这一段 就说 教道家的老师 最好不要说话 他一说话 对吧 他不知道 那他如果知道的话 他就不说话 因此教道家很容易啊 进入教室 什么话都不用说 老师跟学生笑一笑 就下课了 但是这样一来的话 你不说话 别人到底能不能了解 你的意思呢 这是一个问题 所以道家里面的说话 是一种方便法门 也就是 我说话的时候 尽量使用比喻 尽量使用描述 很难直接去说 到底什么是道 所以接着呢 它里面设法让你 不要用太多 一般的一种聪明才智 在庄子里面有一个预言 叫做混沌的预言 就是混沌呢 它对别人很好 别人看他很可怜 没有蹊跷 就说你对我们那么好 我们要帮你开翘 结果蹊跷都开了 混沌就死了 庄子有这样的预言啊 那么在老子里面这段话呢 他怎么说 他说你要塞住出口 关上门镜 就是你眼睛啊 不要到处乱看 不要看太多 耳朵也不要听太多 你看太多 听太多 心就乱掉了 欲望就增加了 那么接着说 你要收敛锐气 排除分杂 底下就是我们的重点 和光同成 什么叫做调和光芒呢 一个人有才华 不要太亮眼 你太亮眼的话呢 别人看着刺眼 他就会对付你 他倒不见得是因为讨厌你 其实任何时代都有人上台面 那你上台面的人呢 你就要知道 这是个机缘凑巧 条件成熟 你就上来 条件一过 你完成了阶段任务 你就下台 让别人上来 所以你在调和光芒的时候呢 就代表一种比较正确的态度 能够适当的谦虚 至于混同成构啊 一般人都不喜欢成构 我非常爱干净啊 衣服不能蒙成啊 但是有时候在社会上啊 你稍微缓和一下 别人有一些大毛病 你有一些小的毛病 啊 无伤大痒 这样一来的话呢 恐怕相处起来比较容易一点 因为你再怎么清高 你还是活在社会上 很多时候呢 你如果说太过度的话呢 在梦子里面有一段 说有一个齐国人呢 非常的有节操 他只要知道他的哥哥啊 收了别人的好处 他跟他哥哥就不来往了 结果他哥哥有一天带着俄回家 他说干嘛拿这种东西回来呢 结果隔了几天 他的母亲啊 把俄杀了之后呢 当拿上了饭桌 他正在吃 他哥哥从外面回来就说 你不是说这不好吗 你干嘛吃呢 这就是鹅的肉啊 他听了之后 立刻去外面把它吐掉 连孟子也批评 他说像你这么样的 怎么跟别人相处呢 只有蚯蚓啊 才能做到你这种水平 所以呢 不管儒家道家 都觉得说 你在世界上 就要尊重世俗的一般规范 和光同诚 不是虚伪 而是一种体谅别人的困难 而接着我们再看后面一半 就写的很特别了 他说 对于这样的人呢 人们无从与他亲近 也无从与他疏远 人们不能让他得利 也不能让他受害 无法使他高贵 也无法使他卑贱 因此他受到天下人重视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看六个词 叫做亲疏厉害贵贱 我们说水能载舟也能覆舟 在梦子里面说 照梦之手贵 照梦能见之 如果说你让别人很容易就影响你 觉得自己很不错 但是别人也可以让你觉得自己不行啊 因为你的来源在外不在内 所以亲疏厉害跟贵贱呢 都要记得要超之于自己 就你心中有谱 你知道说自己为什么活在这世界上 自己现在的处境如何 跟别人关系如何 对自己有基本的了解跟信心 就不会随便受别人操纵 我们说别人呢 一般是指群众或者媒体 他如果说说你几句好话就很开心 那倒过来批评你的话就很难过了 所以在庄子里面呢就有一段话提到 他说天下人都称赞你 不会让你觉得振奋 说我要变得更好 天下人都批评你 也不会让你觉得沮丧 说哎呀我好像没什么希望的 能够做到不让天下人的想法 来影响你的话呢 这样的人呢在庄子里面 就有一定的水平了 但是够不够呢还不够 真正到最高境界的时候是 从众外亲内到众内亲外 最后是有内无外 所以我们学道家的思想呢 就要能够分清楚 人的生命呢有外有内 内当然是指一种智慧的启发 也就是我经过某些生命的修炼 得到智慧 有智慧之后呢就从整体来看 从整体来看的时候呢 人生没有什么得失成败来去各种问题 那么能够觉悟到这种境界的话 他称作玄童 玄童就是很玄妙的童话境界 我们说到童话的时候呢 常会觉得说 这样不是失去个性吗 但是我们也知道 个性是要保留给自己的 当你面对许多事情的时候呢 个性在于让你能够把事情顺利完成 完成大家共同的愿望 这个性呢跟别人相处的时候呢 你不能说我的个性跟别人格格不入 那你跟社会不能够和谐相处 不能互相来往 你再有理想又有什么用呢 所以基本上我们讲到人生问题的时候呢 在儒家强调得行修养 我希望得行的目的啊 也是希望跟别人好好相处 能够掌幼尊卑 有一定的秩序 能够游离有月 能够分也能够合 那么在到家里面呢 就强调说 你要有智慧的觉悟 有智慧觉悟的话呢 首先就会把自我中心的欲望呢 设法消解 不要跟别人比较 能够安于自己的情况 这不是消极啊 反而是一种积极救生命的当下 来掌握到生命的快乐 我们今天谈何况同城啊 就到这里先告段落 谢谢各位 各位观众 欢迎收看国学天空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 老子的第三宝 后 说到后这个字啊 是老子在讲完第三宝之后 他特别用一个字 叫先后的后来说明的 他的原文呢 是比较长一点 他的第三宝叫做 不敢居于天下人之先 也就是我不要站在别人的前面 前面啊这些 那么老子强调说 因为不敢居于天下人之先 所以呢 可以成为众人的领袖 他这边讲的先是说 我先不要在许多人的前面啊 我当领头羊 不是的 那我才能够怎么样呢 真正来作为领导 那么这里面在里面在说什么呢 这里面所说的是 你如果懂得到的话呢 首先你内心保持一种慈爱的心 你对于万物呢 要能够简约的态度 那你跟别人相处的时候 在社会上 在一个团体里面 一个单位里面 很多时候呢 你要能够退让 居于别人之后 那你才能真正做别人的领袖 所以老子里面 有时候别人会说 你看他好像是故意摆个姿态 我是先让别人 然后目的是 就是希望最后能够达成我的 居于别人之先的一个 一个什么目标 在这里呢 我们要做一个 比较完整的说明 就要参考老子的第六十八章 在老子六十八章里面呢 有一段话比较长 他特别提到说 善于担任将帅的人 不崇尚武力 善于作战的人 不轻易发怒 善于克敌至胜的人 不直接交战 这三句话都跟作战有关 我们先简单说明一下 他说 你善于担任将帅的人 不崇尚武力 因为崇尚武力的话呢 它是一个非常客观的一个武力 就等于是你有多少军队 多少人员兵马 以及各种武器 你如果担任将帅 要靠这些 那你就不见得有把握自称 所以真的担任将帅的人呢 带兵的时候要带心 而不是光带人而已 要带心 就是说你善于担任将帅 老子看起来说 你不要崇尚武力 你反而要用慈爱慈悲的心 来对待别人 这样子一来的话 你真的作战的时候呢 别人才愿意为你效命 再看 善战者不怒 善于作战的人 不轻易发怒 两军交战的时候呢 最怕怎么样 最怕你被激怒了 恐怕你还没有准备好 别人知道你的弱点 是反而激怒你 让你去应战 结果呢 你陷于劣势 很多历史上的战争呢 都是因为 你不能够稳住 正脚 守到最后 关键的时刻 就轻易出兵 结果惨遭失败 那么至于说 善于胜过敌人的呢 他不轻易的交战 我们也知道 在孙子兵法里面 最高的这个方法呢 不是直接作战 是用谋略 是用外交 等你真的两军作战的时候 即使你胜了 死伤也很惨重 你这个杀敌一千 自己也损失五六百 所以呢 这前面三点呢 所说的是 对当时古代战争的情况 所做的描述 他都用三个不来说 不武 不怨 不语 三个不 等于什么样呢 收敛 我不要直接好像 仗着我这个 人多势众 兵强马壮 就一定要跟别人做 直接的交战 而能够用一些 比较深刻的 见解的方法 接着呢 就提到用人呢 就跟老子的第三宝 比较有关系了 他说 善于用人的人呢 对人态度谦下 你如果说 担任一个领导 你要用一个人的时候 你态度很高傲 别人就算是 不得不听从你的命令 他恐怕也是 心里面不太福气啊 他心不服 他外面是 行事比人强 他是你的属下 不得不听命 但他具体做事的时候 他不见得 照你的意思来做 所以这样一来 反而耽误了整个事情 所以你善于使唤别人的 你就要言语 态度都要谦下 接着 这叫做 不与人真的操守 这叫做 运用别人的力量 这叫做 符合天道的规则 他连续说 三个世卫 这叫做什么 不与人真的操守 运用别人的力量 符合天道的规则 这是自古已有的 最高理想 换句话说 你真的是 要做成一件事 我们说无畏而至 怎么来的 是你能够 善于用人 再分成负责 你几乎什么事都不要做 说不定只要说几句话 甚至不用说什么话 你用的人 他就会把事情做好 让每一个人 发挥他的才华 在适当的地方 做适当的事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 每一个人 他有才华 发挥出来 他也是一种 非常大的 一种自我肯定 这叫做佩天 老子也提到佩天 也就是符合天道的规则 这是最高的理想 所以老子提到他的三宝 所谓的不敢为天下先 就是我不敢居于天下人之先 这样才能够真正作为 天下人的领袖 在这边我们都知道 在西方中世纪以后 有七大死罪之说 第一个就是骄傲 人活在世界上一定要了解 不是非有你不可 不是非有我不可 任何事情 我不做 别人来做 绝不会说 哪一个人少不了 如果没有他 天下怎么办呢 私人不出 如苍生河 这是一种观念而已 在实际的世界上 这个人出来 对天下好吗 不一定 这个人走了之后 天下就乱了吗 也不一定 很多时候你就会发现 许多事情 都是人过于去设想 有一种想法 认为说 谁一定如何 非有他不可 如何 在人的世界上 没有人是不可或缺的 所以每个人要 一方面珍惜自己的生命 好好发挥 自己做一个人 应该有的 这一生的发展 而另一方面 一定要谦卑的态度 千万不能狂妄自大 认为说 非我不可 没有我的话呢 如何如何 不需要 所以在西方讲到宗教的时候 他有很深刻的观念 叫做 骄傲是最大的死罪 他排个第一个 那在老子里面 他提到说 你在世界上跟别人相处 你要记得要让别人 要聚于别人之后 越有能力的人 他越要谦卑 像这样的观念 对我们来说 真的是非常具有启发性 我们不会因此而 放弃自己的一种斗志 却要相反的更能够尊重 每一个人生命的特质 我们今天谈到这里 谢谢